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死活题 这道题的话是黑仙近杀白棋 那我们还是先观察一下这个形状 首先黑棋这颗子已经被白棋吃掉了,这个眼已经变成真眼了 然后这个一路这颗子也是够呛,白棋脚上还有眼味 那黑棋怎么办呢,肯定不能让这颗子就这么死掉 所以说还是要围绕这儿去思考 那首先黑棋想到缩小眼味,我度过 不过度过的话呢,白棋很简单,打一下 你沾上,他这个地方提先手 黑棋再沾,然后白棋作眼,这很简单就两眼后起了 所以说你直接就这颗子是不行的 那黑棋说这个,我先搬行不行 白的话呢,白棋这一拐吃,这颗子一死呢,白棋瞬间就活了 这个当然也不行 所以说直接缩小眼味,或者说把黑棋救回去 这个方法太简单,都行不通 所以说黑棋就想到我能不能冲进去 想办法把白棋的这个眼,走成一个死棋的形状 因为黑棋冲这个,白棋不能打呀 打的话被黑棋这一度过,形成一个打二环一 脚上是个假眼,这个地方就一只眼呢,白棋死掉 那白棋说立下去,这也是白棋只此一手 那下一步呢,黑棋就比较关键了 这个时候可以先去挤一个 我挤在这的话,白棋肯定不可能去提这个子啊 不然的话被我一恰,这个眼变成假眼 吃掉两颗子,只是一只眼,白棋还是死 那黑棋挤这个,如果说白棋沾上 保护这只眼的话呢,黑棋这个时候再去度过 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白棋这里的气被紧出了 他再扑进去,黑棋这么一提 你要是体调打二环一的话呢,黑棋全部连回 白棋一直也都没有,直接被杀 然后你要是想从后边打黑棋这个接不归的话呢 那这个白棋不入气啊,他现在气不够 所以说走成这样,白棋就死了 那当然,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黑棋先贴,白棋一立 黑棋直接度过也行 直接度过,白棋扑,那黑棋要注意 还是要恰,你不要直接提 直接提被白棋一打 你这个气没紧出的话,黑棋接不归 提掉这几颗紫白棋就活了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可以先度过 然后再恰,一样的 这样白棋提掉 那你再恰这只眼 脚上一只真眼,白棋死掉 他如果说这个,沾这个 保护这只眼,那一样的,黑棋提掉 还是跟刚才还原 白棋死掉 所以说这道题 送一个最好棋 而且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这个掐眼的方向 一定要走对 要掐在这 你不要往这去掐一个 往这掐白棋就可以粘上了 你再度过 那等于说没有紧出白棋这里的棋 他又可以用这个套路 扑了之后再打 因为他这两口气也是够的 这样黑棋又结不归 白棋又活 所以说 这道题第一步 很关键 第二步的这个掐也非常关键